说到这个职场打工人 周一到周五你穿的都已经这么正式了 周六周日是不是得稍微放松一下 很多时候可能有一些朋友会觉得 周一到周五我都累了五天了 没想到周一到周五还得加班 那怎么办呢 我们要在服装上让老板知道 今天我们是周六和周日 你要给我散倍工资 所以我们的风格可以选择偏向于稍微 日系一些的休闲一点的穿搭 比如说像我现在身上这个 里面我们可以选择一个黑色的衬衫 作为打底 然后外面会有一个砍尖 我称之它为砍尖 其实也是为了让它叠穿的时候 会有那种稍微松松垮垮 休闲一些的感觉 然后外面会加一个 羽绒 羽绒马甲吧 羽绒砍尖之类的 这样的话就让人感觉比较的 偏向于日本街头风格一些 可以夹一个这样的帽子 然后会让人觉得周六周日 我没有洗头就来加班 我真的很辛苦 所以微信转账给我三百块 好 当然还有这种墨绿色的 这个这个 它其实很神奇 因为它可以拆卸 我不需要这个袖子的时候 可以把袖子拿掉 需要的时候它还可以中长 那种拉锁的设计 然后我不想让它有领子 我可以把领子去掉 但我想让它有领子的时候呢 我可以把领子装起来 所以我觉得这个传达风格 就是很多变可以玩出很多不一样的东西来 而且它的面料质感 以及它的设计会有这种灵性的这种结构 有了它就会很复古 就会穿上之后 感觉就是行走在日本的街头 走在元素啊 什么什么之类的 就你可以有这种不同的这种想法出现 来 给大家穿上看一下 是不是 秒变街头大爷 是不是感觉还不错 就这样的话 就是让老板看到就觉得很稀疼你 早不到新六七天还要你来加班 就应该放你赶快回家 所以我们要再配一杯枸杞啊 什么就很养生般的感觉 坐在电脑旁边了 疯狂打字 然后要吸引老板的注意力 感谢观看